哇 最帥仔來了 我們今天說香水 香水 我覺得很多朋友可能是比較忠誠 都會想知道有什麼香水是對的 然後上來就說 喂 今天拍香水好嗎? 香水 然後我抄完全輪 一兩支 兩支 還要本身這一支 突然抹了 本身是發霧了 青春期會買的香水 這些是CK1的朋友 但CK1是充滿了一個青春期的味道 我想說我爸爸也忘了CK1 真的嗎? 同時青春會用的香水 另外一支 這一支就是你用得多一點的香水 Burberry的Brit Rhythm 然後是法文 然後是法文 那你怎樣形容這一支香水呢? 我覺得這支是中性一點的 也不算是很中性的 少少的 你那些是再中性一點的 也不便宜的 90ml是783元 但OK 這些是很基本的香水 去到你這個年紀 那麼多人認識 那麼多人看你 你也多人認識 你就要學一下 升級你的香水的品味 這支香水不是不香 但是沒有什麼記憶點 你要選一些香水 一聞就 真的會記得你的 我今天講的幾支 我今天也是被你改造的 對 純粹是分享一下 我們很Chill 先講第一支香水 Noveri 這支香水是它上年出的一個 3的一個系列 跟Paula Ibiza出的一個collection 出多了一支香水 這支香水是已經斷了 沒得買了 但是可以說一個小秘密給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想試一支香水 可以去香港的Sephora店 它收了一支香水的 可以跟它說 給他看 麻煩我收買這些香水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 這支香水已經沒有再賣了 然後他就說 但是你後面應該還有的 那他就去後面拿給你 就像那些secret menu 真的 在Noveri的店舖 它也會有 但它還是收起來了 那你問他 他通常都還有 他就會跟我說 我們只剩一支了 但其實他還有收起來了 但這支香水是真的很香的 相對上是比較男生的 很適合 對 Ocean 對Ocean 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出海的時候 或者玩wax surf 有一個男生噴這支香水 然後他會馬上 馬上很有感覺 但是wax surf 一下水就沒有了 就是噴在衣服 拖鞋 拖鞋 我知道怎樣可以保留這個味道 我黏住 或者是水 一個人下了水 我上喝水的時候 都有一股味道 好香 很無聊 但是這個是 今天說的這麼多一支香水裡面 真的沒有那麼中性的香水 男生的 真的很香 我很喜歡這支香水 但這支香水是只有一個尺寸的 它只有50ml 50ml是630元 第二支說哪支好呢 這個 它就是chanel的 No.5 這支香水 我覺得任何有氣質的女人 都一定要放在這裡 這支香水 你這支香水 不噴也要放 不噴也要放 你知不知道 瑪莉蓮夢露是誰 知道 怎會不知道 瑪莉蓮夢露 曾經有人問她 你穿什麼睡衣睡覺 你這麼性感 我想知道 我穿什麼睡覺 我穿No.5睡覺 真的這樣回答的 它是 賣廣告而已 不是賣廣告 那個年代 哪有這樣的東西 不是 我想 我猜不是吧 那個年代有沒有廣告 有吧 是不是很多年前的 什麼都有 難道是這麼發廣告 我被騙了這麼多年 應該不是 以我所知就不是 就是她想說 她睡覺也是噴這支香水 因為這支香水真的很性感 以前的年代是屬於女性的 但現在這個年代 我覺得男生噴都有男生的氣質 這支香水會想起什麼人呢 不知道為什麼我整個腦裡面 第一個想起就是 阿瑞的舒奇 還有這個香水看到這個瓶蓋 雖然這個設計是非常簡約 但它也很經典 還有這個 那時候 Coco Chanel 她家 看出去的屋頂 就是這個屋頂 這個景 我覺得如果現在這個年代有男生噴 我會覺得很吸引 那這支有多少錢呢 它不是真的很貴 100ml是1118元 50ml801元 還有你知道這支香水 他們種的田園是獨自在一個 不知道在歐洲的一個田園 專門是種它的植物 那如果譬如說打風 天災 那可能那一年的供應量 即是出不夠就不出 非常之值得 大家收藏的一支香水 我媽媽小時候都會噴這支香水 我小時候對品味是沒有任何觸覺的時候 已經覺得 好classic 即是你覺得舒奇就是你媽媽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舒奇是我年輕的媽媽 我媽小時候很熟的 你知不知道 我媽媽小時候很熟的 嗨 伯母 嗨 伯母 我媽媽未必看 我老弟應該看得到 next 你那支會不會說的 可以啦 這支就是我剛剛IG前投入的一支香水 夜屁 夜屁 這是什麼 廣告來的 現在這個不是廣告 現在這個不是廣告 因為我都是錢了才聞完 這個盒子很漂亮 實在可以不扔那個盒子 這個是LV新出的一個香水 on the beach 它的包裝是很漂亮的 首先這個瓶我覺得它的設計很特別 因為它有一個瓷石頭 OK 你剛才也說喜歡這個 這個還可以 這個是什麼味道 橙橙的 它說了它的名字叫on the beach 怎樣形容呢 剛才這支是海洋的味道 海上的運動 很適合 但是那支是喜歡赤裸裸的在沙灘曬太陽 有一個蓆子 放在這裡一天 這一支就比較配搭那個味道 如果你在海邊有LIFESTYLE 喜歡找東西弄一下那些 就可以是這一支 它的價錢只有一百米 一百米是差不多二千多元左右 OK 下一支 這支香水的牌子叫做By Killian 近期是香港開店的一個牌子 其實我已經聞過這些香水很久 他們是 我想去年開始 就在海港城開了他們第一間店 他們的香水是相對地是神秘一點的 如果你的性格是 不是很喜歡福人Message 很喜歡帶超出街 咦咦咦咦咦咦咦 不是很喜歡福人Message 誰啊? Boris 對嗎? 它不是那些感覺咯 我覺得沒有神秘感 如果他喜歡穿皮鞋 那些男人的話 有點中性的話 這個香水是超級適合的 這支香水的名字叫做Roses on Ice 玫瑰加冰 我覺得這個很香 有一個好處就是 By Killian是因為新來香港的關係 也不是超級大眾的這個牌子 所以如果你想有一個很特別的味道的話 我覺得可以真的去試一下這個味道 50ml是1600元 哇 都挺貴 夏天你覺得是甚麼人會噴這個香水 文青一點 Casual一點 是嗎? 我覺得是 你不覺得是很濃的嗎? 即是每個人對香水的定義都很不一樣 不過我也OK 那就是代表她的空間很大 這個就是藝術家的香水 就是來自於Fedrick Moll的Portrait of the Lady 這支香水是我其中一支人生中噴得最多的香水 我有一個小故事想分享 五年前就 即是這支香水真的很貴 我都要二千多 挨近三千元 這支 然後呢 這支的第一個版 那時還在外國買 在香港沒得買 總之是很貴的 差不多要三千元 那時我就覺得這支香水很喜歡 去到哪裡都會揹在背囊裡 我人生第一次跟Sammy做事的時候 我就要跟她一起排舞 因為她真的很緊張 因為她成為我的MV的女主角 我們第一次排舞 我超級緊張 那我就覺得很專業 我那天特地看她排舞之前 我去健身 然後就跑步 然後洗澡 然後就噴這支香水 然後就去了一個牌子 是不是很癢 很癢 因為一打開那個牌子 我就打算很有型 揹著背包 噴到聲音 然後就放下背包 二話不說就是牌子 誰知我太大力扔袋子 在地下 爆了 Anyway 時間結束之後再買回來 我噴了很多支 有多少支 五支都有 但這支香水真的很特別 她噴了整個皮東西 然後蒸發了一個 蒸發 哈哈哈哈哈哈 你塗的護膚粉 不蒸發了 是吸了的 但是吸了嘛 你吃維他命丸 但你這裡 整個桌子都是那些 你不是的 Lamare的眼霜 你不是的 你不是的 Asob的大哥 真的嗎 整個東西都發了 幾年啊 每天幾元啊 Anyway 但幸好現在 他們終於進入香港了 我想我們第四 第五支開始 他們就有贊助我了 SER SER SER送給我吧 SER送給我吧 SER送給他 在現在的這個PR商 選一支味給他 你可以問我 我直接幫你選一支 因為它有很多支味 這支味就叫做Portrait of a Lady 就是好像一個女人的人像畫 我想說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玫瑰味 差不多每一個牌子都會出玫瑰味的香水 我覺得這支的玫瑰味 是這個世界這麼多支玫瑰的香水最高級的 每支香水上面都有一個名字 它每一支味都有不同的調香絲 它還會寫一個調香絲的名字 50ml是1750元 連KARFID是可以買的 它的店鋪在K11 Museum 有一個pop up store 我送了一個重點 我漏了 你看這個套多漂亮 這套是專屬配它的 因為那次打鬧了香水之後 我就很害怕 他就買了一支肚子 就套著它 真的你在那裡買的 我在英國買的 它跟一個做皮的品牌出的 所以各位打香水出街的朋友要小心 不要懶型 不要把我的袋子扔 對 真的不要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可以介紹到一些中性的香水給大家 希望多點影片又見到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不妨like、subscribe和share 還有時間可以去follow my YouTube channel 和我的IG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好貴 好貴 是呀